大家好,现在贵州遵义,我住的地方,因为今天外面是零度左右的气温,非常的寒冷,我中午出去吃了个饭,然后地面又下雨,是潮湿的,这种西兰地区和江南一带的阴冷是一模一样的,所以说我吃过饭我就回来了,既然回来了下午有大把的时间,那我们就来聊一个话题,就是旅游的意义到底是什么? 你看我在外面,从去年9月15号出来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,这每个人对于旅游的意义的定义是不一样的,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说,旅游的意义就是在你待腻的地方,去别人待腻的地方,对吧,这个话乍一听呢,有一定的道理,但是也不能简单的就这样去理解,这么说的话,我认为还是有不足的地方,我个人对于旅游的意义的定义是什么呢? 就是上学的时候,对吧,那书本上学到的那些地方,我就想着什么时候能去看一下,讲到过长江三峡,讲到过黄山,讲到过华山,对吧,地底书上那么多,对吧,讲了全中国以及全世界各个地方的,那么多好玩的地方,这些地方我什么时候才能去看看呢? 这是我上小学的时候,就有这个梦想,对吧,当然现在终于在游览中国的路上了,把书本上学到的,没学到的地方,我都要去走一走看一看, 也有很多其他的博主,就是他只游玩什么大的地方,大的围级景区,只游这些大的地方,对吧,他小一点的地方他就不去了,我认为小的地方我都要去啊,不管是出名的地方,不怎么出名的地方,围级的景区,还是没有什么A级的景区,我都想去看看, 既然是游览中国的路上,我就要把中国我想到的地方都去看一看,不管是大山,大海,什么沼泽,沼泽我目前还没遇到,当然我知道有的地方是有沼泽的,但是,这个我暂时还真没遇到,我就不知道这个沼泽地到底在哪,我在中国走着这么多地方,我都没遇到沼泽地,就是想去,把不知道的地方都去走一走看一看嘛, 我认为这就是旅游的意义,对吧,在你游玩的过程当中呢,你还会遇到很多去闻去世,对吧,当地的美食,虽然说我一般到当地不太去品尝那个当地的美食,但是偶尔也是会去吃一下的,对吧,主要是根据自己这个肠胃的情况来决定的,如果你的肠胃功能很好,那你可以胡吃海塞,什么东西都可以去吃啊,所以说我的肠胃比较弱,那我就要适当地去考虑一下啊,有些就不能随便, 吃了,当然你有些是你在书本上学不到的,对吧,你在游玩的路上,书本上肯定没有讲得到的,包括电视,电视上你有的没看到的,你到现场你才能看得到,这个我在国内走了一年多了,可以说是看到我很多很多了,你有的时候到人家当地以后,你会感觉更加的有益,知道吧,你像全中国现在不管,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省份,三分之二中国,我差不多都走到了,除了 西北地区的一些新疆西藏,对吧,甘肃,那些地方还没到以外,青海,其他从东北到西南到华南,华东,这中间路了一个省,就是江西省,当然不要紧,我这次现在不是回家过年吗,我往华东走,肯定会路过江西省,顺便把江西省也给游了,这样就三分之二的中国,我基本全部都走到了, 那么在我走了这么多的地方呢,就是说,我也会,有的时候会不断的回想一下,我这个游玩的路线啊,包括走到的这些地方啊,遇到的当地的这个风俗,这个人情啊,当地的生活习惯啊,等等等等,会遇到过很多很多,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旅游的有意义的地方,知道吧,比方说一开始的时候, 可能你出来游玩的时候,你的心态肯定是什么,你肯定会觉得你自己老家好,或者说你所在生活的那个城市,你会觉得那个地方好,可能有一部分人他会觉得,哎呀,到别的地方会真理不想,包括我也是啊,就会犯这个问题,那么当你时间长了,遇到的情况多了以后呢,这个心态一定要调整过来,你不要总觉得你那个地方好,你老家是什么情况,你生活的城市是什么情况,那是因为你太熟悉了,知道吧,你到了外地以后,首先你得去熟悉, 当地的这个行为习惯,这个风俗,人情,你得去习惯他,你得去接受他,包括饮食上巨大的差异啊,你像我去年刚开始到云南的时候,嗯,就吃米线嘛,对,那一开始我吃不习惯啊,在我去云南之前,我就知道云南的米线很出名,对吧,那一开始我去云南的时候,那是真吃不习惯,因为一开始我去年刚到云南,第一站就是昆明,因为昆明说句不好听的话,他那个那边的,他的米线,他不是最好吃, 当然他也有好吃的,只是可能我没遇到,真正在云南好吃的米线,比较在哪里呢,像那个丽江,玉溪,嗯,还有像陈江,还有像林仓,嗯,像这些我数的这些地方,他那个当地的米线,我认为口感味道都是比较好的,当然还有很多地方我没到的,我记得在云南当地,当时遇到一个叫,流干巴的那个美食,那个是我之前的电视,纪录片上,书本上,从来都没学到过的,你只有到, 到当地我才发现了,他那个流干巴和腊肉啊,和那个什么什么,和那个腊肉,还叫火腿,和那个都不一样,区别很大,但是他的口感味道,使我认为是,在腊肉和火腿当中,他们是,他最好的一种口感,就那个叫流干巴啊,那只有到云南当地才能吃得到,我记得在昭通当时就有,还有就是林仓那个地方也有,云南我就发现这两个地方有,可能其他地方也有,没遇到,就那个流干巴,你不管是炒, 炒饭啊,还是,还是那个放在粉丝里面啊,哎呀,那个口感味道特别好,这就是我在书本和电视上都没见过的,这是当地的美食,还有在东北的时候,东北我记得当时有个叫四平,那个吉林省四平市,这个地方以前也听说过,四平市当时去了以后呢,就是说他风景啊,玩的地方确实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,但他吃得好啊,他当地那个有个快餐店,13块钱吃饱吃好,13块钱可以吃, 13个碾荤碾素,我记得应该是这样,你想想13块钱,你放在其他发达一点的城市,你碾个素菜你都吃不到,知道吗,人家那13块钱碾荤碾素,那可是真二八经的,不是说很差的,是很好的,绝对让你能吃得很饱,而且吃得很好了,你要是吃15块钱的话,可以吃得很撑了,那已经吃三碾酸了嘛,对不对,他13块钱是碾荤碾素,吃得特别好了,所以说,这就是你到当地你会发现,有很多的美食,哦,那个 四瓶还有个叫李年贵熏肉大饼,那个熏肉大饼是书本上,电视上我都不知道的,我是到当地,才看到的,人家跟我说了,我就尝试了一下,他那个熏肉大饼,乍一看,和那个肉夹馍有点像,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,尤其是里面的那个熏肉,他不是简简单单的那个烤的那个肉,他那个肉是有很多中草药材混合在一起,熏制过的一种那个肉,哎呀,那个口感味道,我现在想想,都是好吃的不得了啊,所以说,这 这就是旅游的意义嘛,对不对,你到当地了,你才能吃到他的特色的美食,你在书本和电视上都不知道的,所以说,这就是旅游的意义啊,当然东北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,嗯,我记得当时在丹东遇到一个叫,我当时认为他是国内最好的一家饭店,就是那个人炒菜的水平,特别特别的高,嗯,像他这么高水平的厨师的话,平良心讲,我遇到的不多啊,可能有的人会说,那你没去五星级大酒店,你没有去什么什么, 嗯,可能去的确实不多,嗯,但是就那么好的烧菜水平,不一定非得什么五星级酒店,但有的时候,他都比不了,我认为那个丹东当时遇到的那个厨师,他的烧菜水平就很好了,然后还有很多,好像广西,广西那边是什么呢,广西有个摆设,摆设那个城市是芒果,芒果城嘛,你像芒果,说到芒果,你像我们小的时候,小的时候,我记得喝过那个叫芒果汁,是吧,那差不多我现在回想一下,都是三十年前的回忆了, 嗯,对,喝的那个芒果汁,就是后来你吃到真正的芒果,你会想象一下,哦,原来芒果可以榨成汁,三十年前就,看到那个瓶子上就画了个芒果嘛,但是真实的芒果在广西摆设市是非常多的,路边的行道树上挂的全是芒果,这种芒果树在广西摆设比较常见,还有就是福建的福州,也比较常见,我记得以前我还认识一个朋友,他家就是福州的,他说一到 夏天啊,七八月份的芒果就在树上挂着,有可能会掉到你头上,嗯,后来我也去了福建,去,我去福建的时间应该是四,四月份的时候,就是还没有成熟,真正成熟要等到七八月份吧,所以说这就是在国内游玩的意义,对吧,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,我这一年,在外面走了一年多了,走了差不多一百个城市了,我就要想把每个城市都回忆一遍,实在是有点难,所以说那么接下来,对吧, 明年的计划大概方向肯定是要往西藏啊,往新疆那边走了,对不对,那边我还从来没有,脚上没有踩到过那片土地呢,当然也有很多广大网友,广大朋友们已经去过很多很多次了,一说到旅游,他们就说,哎,你有没有去过西藏啊,你有没有去过新疆啊,嗯,为什么他们会这么问啊,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在大城市里,建高楼大厦看的太多了,对不对,那一说旅游呢,西藏啊,他觉得那里,我也不知道, 他那里到底好在哪,实际上在我看呢,西藏那边,光秃秃的,山上一棵树都没有,你想呼吸一下氧气,氧气还不足,对不对,头鹦老丈的,海拔又高,一天到晚看到的都是戈壁滩,对不对,风云吹,全是风沙,无人区,嗯,当然,这我说的都是路上的风景啊,你正要到了西藏,到了拉萨的话,那你看到的可能就是布达拉宫了,对不对, 那布达拉宫不也就是那么一栋房子吗,虽然说我没去过,但是那个图片啊,那个视频啊,已经看过无数无数次了,往往你太熟悉的地方,你去了那里就没有新鲜感了,这就要说到当时去重庆,那重庆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去,都说那里好,我真的去了以后,我就没有新鲜感,为什么,因为太熟悉了, 重庆凡是出名的地方,我都见过了,你太熟悉的地方啊,你再去,你一看,那就没有了那种新鲜感,所以说西藏,嗯,太熟悉了,所以说当即便是我明年去了,也没有什么新鲜感,肯定呢,那都太熟悉了,那布达拉宫,你都不知道见了多少回了,对不对,那图片,视频,电视上,纪录片上,太熟悉了,没有感觉了,不管有没有感觉,明年呢,大概方向是要往那边走的, 那么到时候新疆要不要去呢,应该也看吧,看到时候能不能买到车票,要是能买到车票呢,那肯定是要去的,因为新疆有个最好吃的是什么,羊肉手抓饭呀,但是这个羊肉手抓饭的话,它是大锅,这么大的锅啊,像我一个人吃那不可能的,嗯,一个人吃,它肯定给你弄个小锅,那个羊肉手抓饭是新疆菜当中非常好吃的一道菜,它是锅里煮着饭,然后把那个羊肉,呃,做,羊肉切, 切成大块的,就羊排,直接放在饭上蒸,然后应该羊肉应该是调过味的,就是直接蒸,蒸饭蒸好的同时,羊肉也蒸好了,这就是羊肉手抓饭,这个到时候要不要去尝试一下,这个新疆最牛的大餐,那到时候就看一下啊,反正就是新疆还没去,对吧,有意义的地方还有很多啊,还有甘肃啊,甘肃那个省是跨度比较大的,它那个省像个欲如意义的造型,所以说明年啊,就大概往那个方向走吧, 旅游的意义,第一个是要把书本上学到过的地方都要去看一下,然后你会发现还有很多是书本和电视上你都没有见过的,这也是意义,对吧,当地的美食,当地的语言,文化,人物的这个交流,你到当地你肯定也会跟当地人沟通,基本上普通话在国内现在推广那个差不多,当然即便是这样,也有极个别的地方,它普通话很差,人家当地人基本上不讲普通话,你讲普通话他也听不懂, 就是这种情况我都遇到,那具体我在这里不能点名是哪里了,就是肯定你会遇得到,就是你跟他讲话吧,声音小了他听不懂,你必须要跟他讲很大的声音,他才能听得懂,所以说呢,就是他可能不怎么讲普通话,这是有一定的关系的,反正旅游的意义就是在,我今天分析的大概只是这么一小部分啊,当然每个人的见解是不一样, 反正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,感谢收看,下期见